养拉布拉多的基本常识 养拉布拉多的基本常识 其实养拉布拉多跟其他养中大型犬的一个要求差不多 那么从营养上面来说 第一个 钙质需要适当的补充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是适当的补充 因为拉布拉多可能先天都会伴有一定的髋关节发育不良 而髋关节发育不良主要是关节发育迟缓所造成的 这个时候补钙就尤其要精细 你如果过量的补钙会造成骨质生长过迅速 而关节发育相对于之后 这个时候会造成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一个正确和适量的补钙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去关注的就是 比如像关节软骨素以类的添加 内微这个也很好的去避免它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后天影响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要知道 拉布拉多是一个非常顽皮的犬种 所以在它一岁以前 我们需要让它整个一个体格体型要变得比较健壮 在它的一个运动量上要有一个基本的保证 明天最起码两变六 每变六最起码要半个小时 有一个最基本的运动力 也会使得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变得很好 小贴士 养拉布拉多和其他中型犬的饲养方式差不多 首先要补充适量的钙质和关节软骨素 以改善它先天性的髋关节发育不良 其次还要保证它的运动量 促进它的生长发育 只要看我们下期 baptized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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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